就這個訓練瓶裡面呢 就是訓練小孩子的這種 培養他的籃球的智商 一直在提高 快速的提高 其實籃球呢 就像一個小型的社會 所以呢 也在訓練瓶裡面 讓他知道 你怎麼去幫助你的朋友 或你的隊員 你怎麼去協助你的家人 也讓他們有更正確的 那種開放的這種個性 培養他在運動的時候 你必須要比較開放 你比較有熱情 讓他完全展現出來 就是說不管你在執教哪個位置 往下扎根的工作 是非常重要的 有的球員有的小孩呢 是過了兩年三年五年 甚至有的過了十年 在訓練瓶裡面 給他的教育 籃球的教育 訓練他之後 他在重要的時段 他冒出來的時候 就很大的轉變了 我給來參加的球員 給他們很高的評價 他們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他接受了距離 他接受了服從 他接受了快速度投入 做好一件事情 把每一個訓練他就做到了 所以這兩週 我們的籃球訓練 進行了非常的順利 對家長對這次的訓練 給我們很高的回饋 那個就是我們辦活動 最大的那種養量 也是補品 我是覺得蠻開心的 就在這個疫情上下 還有這麼多人 就是願意走出家裡面 然後出來做一些運動的娛樂 另外一方面是覺得 還蠻羨慕他們的 我早期打球 我沒有想到他們這種環境 跟資源可以去學到 有人教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看到 這麼多家長來這邊 那我也覺得也很羨慕 其實就是學球這一塊 媽媽也是把我丟 丟去給教練練 到我現在的年齡 我覺得如果我以前是 爸媽媽媽能陪在旁邊 我可以跟他一起聊 我今天學了什麼啊 我怎樣不開心啊 我跟隊友怎麼樣 還是我跟今天結交了什麼朋友 他人是怎麼樣 等等之類可以聊的 我覺得就是主要我的想法 是有一個很棒的回憶 我覺得訓練很無聊 然後我覺得旁邊 多了很多人 又多了一些音樂 然後多了一些鼓噪的 然後多了爸媽的陪同 教練教學的氛圍 然後場邊給的氛圍 然後課程內容的氛圍 對 這都是要蠻精心去設計的 感受得到的就是 亞瑟士的用心 對 我覺得很多點是會讓 一件事情不會是那麼無聊 過程中教一些趣味的事情 會讓學生學得更賣力 然後內容又覺得很精彩 然後每個人都有參與感 我覺得還蠻棒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